十八楼岸掌里面一开始是这样子 两次 接下来有这一招搭 在搭岸掌 这一招 这一招有点像连牧前的套环手 但是套环手是砍脖子 十八楼岸掌是给掌 所以连牧前的是搭砍脖子 十八楼岸掌是搭了以后按掌 这一招我们今天就来解释这一招 当对方如果出拳过来的话 我们搭 搭了以后一般来讲是按掌 所以搭是让他手拨开 拨开以后让他露出空间 比如说他露出空间来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掌 所以一般来讲这个招的用法就是这样 对方打一拳过来 搭他的手之后我去按他的掌 另外一边也是这样搭 换边搭按掌 可是实际上我们在用的时候 后面那个按掌 有时候你功力强化不一定可以用到 比如说这一搭过来 我气感比较强的话 我在这边直接就可以把它打退 假如你纯粹要退敌的话 不一定要用到这一招 搭过来 我不一定要用后面这一掌 过来 我搭 我这边保持气感 那个室都还在 在的话 我这个时候 这样就可以把敌人打退 好 这一招 搭按掌 搭按掌 他的用法 就简单跟各位说明到这里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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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间 college 小小小禅 健大 大 educator 孩子